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块当地的那种农民画 还是挺洋气的 那咱们这次画的时候 就是肯定要从里面往处再挑的东西 看有什么新的东西 能体现在这次画的 这个也比较重要 咱们城市里面的人 对农中的了解 也怕只是在电视上跟餐桌上 而我也就是这几年 才真正地走到他们生活当中 我叫我耿海东 是一位绘画工作者 我和我的团队 这几年一直在忙活的事 就是在农中里面画画 让来往的人们看到这里发生着变化 是我们火热面来 来 火热面来了 我去 所以都是我们最近这个传统的烤热面 绑架汉的秘宝 这都是人人都能吃 咱们这个桥上 我就小时候帮我们去 鱼王的特色 我去展现一下 红葱 葡萄 中油菜都很出名 我们的鱼王习惯 这品可以打下全国了 在这一幅画 主要是表现当地的热热的产业 尤其是这个鱼王的青蛙 农民画嘛 它是在字面上明显的 它就是农民画的画 这个农民嘛 它都比较实在 那农民画的画呢 一般都是画的他们的生产生活呀 农耕呀 粮食呀 比如说粮食啊 育女分收了 它都会画的画里面 那么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呀 现在画的这个画里面呢 比如说科技都发达了 生活幸福了 有了小汽车啊 小洋房 都可以画的它的画 黄老师 我看这边人都比较喜欢写书法 连娃娃都写得这么好 我们这个地方都实行挂个中堂 老人们说啊 自食人的脸面 这个地方每年都考出去好多大学生 那么还有好多博士 那么还有一个院士 也不志望我们将来能再回来 但只要这个地方的土地还能养人 那还是希望他们经常回来看看 因为他们毕竟是吃着这个地方的 博乐面长大 像我们现在还就是从事这个行业能多吗 其实你别看咱们这边呢是在葱里面 但是呢写字的画画的刺绣的这些都还是非常的多 现在呢在电视机上手机上能看到的 其实和成品也差不太多 平时呢刷刷抖音是可不行的 自己的手里呢总得有个活儿 心上才会踏实一些吧 让我的学生每天能开心 跟着我学习 然后健康的成长 这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幸福 我喜欢剪纸 是喜欢听别人夸我 那时候我是真的能感受到这红色窗花 贴在自家窗户上所带来的这种欢喜 明镜不ritt流星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